最近几天关于郭麒麟的花边新闻是一出接一出 网友们也是应接不暇 街头接吻风波还没过去 就又被网友爆出与另一位美女穿情侣装出行 让网友们一时间难辨真假 3月7日德运社少班主郭麒麟 在社交平台上做出了回应 郭麒麟表示戴口罩借位图就是热闻 同行有女子就是恋爱 看图说话歪曲事实 有着想象力帮我创作个剧本多好呢 而且郭麒麟在文中还特别表示 狗仔偷拍本就是违法行为 为什么被侵犯的受害者还必须需要配合回应 我不想助长歪风邪气 希望大家彼此尊重 郭麒麟的回应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支持 毕竟作为明星也有自己的私生活 过度干涉的话对谁都不好 而且在郭麒麟的回应中也代表了 德云社以往不回应谣言的态度 作为被侵犯的受害者没有必要的去回应谣言 这也是德云社的一贯作风 当然有许多人大言不惭的去评论明星哪有隐私 这些人明显的就是眼红嫉妒 明星也是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许多明星不敢去告 原因在于他们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而郭麒麟之所以敢硬刚 正是因为他身正不怕影子鞋 坦白说 郭麒麟的发文让许多人都很诧异 在以往综艺上的表现 总是给人感觉远超年龄的成熟 有一种迥异于他年龄的老学究味道 在他的身上看不到父亲郭德纲的言语犀利 和曾经的嫉恶如仇 而如今的郭麒麟才真正符合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性情 现在的他终于勇敢的拿出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 也展现出了德云社少班主的气质 以前老郭挡在儿子身前替他遮风挡雨 现在26岁的郭麒麟勇敢的站出来 直面困难 现在的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也奉劝无良的八卦媒体 别想着捏软柿子 打今儿起 郭麒麟就不再做软柿子 容不得别人栽赃陷害 最后支持郭麒麟维权 这一席巨子 就很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